现在想来 我对夫子的敬佩 愈发深重 居然能交出你们这一对师兄妹 如果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人 我的确不是你们的对师兄 遗憾的是 你们毕竟是两个人 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能不能用两条命 换你一条 书接上文 于莲和李慢慢联手与贯主打了三个回合 结果毫无疑问的都是碾压局 于莲费尽所有力气 也不过是切下贯主三根手指 而大师兄和三师姐只剩下最后一战之力 如果再战就是生死相搏 此时的贯主虽说是天下无敌 但面对书院这对师兄妹拼死一战 贯主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进长安城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为了回阵 风雪微飘 贯主的身形消失在风雪中 李慢慢想要追上却被于莲拦了下来 因为两人合力才能跟贯主有一拼之力 如今于莲追不上贯主 李慢慢一个人追上也是徒劳 他们现在能做的事赶紧休息 然后等待时机 所有人都知道 长安城之战最后的胜负是一个镇 或者说是一个人 举世伐堂开启后 于莲跟宁缺说过 只有修复精神镇才能阻止贯主 随后 书吃莫姗姗来到长安城 陪他一起修复精神镇 曾几何时 二人与长安并肩触游 红墙白雪 互说过喜欢 然而山主说 只有喜欢是不够的 事实证明确实是不够的 多年后 二人再次与长安携手同行 红墙白雪 一人指点 一人泼墨 共同修补长安城 二人的手握着镇眼杵的两端 看似牵手 其实不然 明确问 山主下一处写在哪里 墨姗姗指向雪湖上的一棚残河 明确挥刀斩落 她用泼刀斩出无数道神符 替代了朱雀大道沿线被损害的镇衣 精神镇之所以无法使用 是因为它有很多缝隙 这些是桑桑走过长安时留下的痕迹 是撕开长安城的裂缝 像是恋人之间的诀别 墨姗姗和宁缺一路狂奔 他们来到零四十七巷 老笔斋 春风亭 红袖招 一路行 一路斩 一路回忆 此刻灌主也在长安城内的缝隙中穿行 他从朱雀慧像旁走过 朱雀忽然睁开了眼睛 眼眸灵动而暴力 似要变成活物 灌主转头望向朱雀慧像 说道 聂处 朱雀慧像的眼睛里流露出挣扎的情绪 最终因为恐惧而黯然 朱雀慧像是精神阵里的杀伐神父 威力等同于知命境巅峰的权力一击 即便越过五进门槛的修行者 或者柳白都会对他有所忌惮 灌主只是默然地说了一句话 朱雀便自黯然无神 灌主继续前行 飘然若先 他寻着长安城的裂缝 以无惧神通纵横往复 有恃无恐 雪街尽头 一道字符 突然拦住了灌主的去路 这个字很简单 一撇一纳 是个夜 书院在长安城严阵以待灌主七日 宁缺便冥思苦想七日 昨夜出雪 他在雪地上写了无数个字 最终于晨光细微时 学会了这个字 这个异字符里 凝结着长安城的天地气息 强大无比 每一记刀痕都在五进之上 宁缺挥出无数道异字符 便是灌主也不敢直音其风 轻易微颤 灌主在原地消失